他说因为我不了解 因为那个网站是怎么样 我不了解 奇怪 不了解你批评什么 我如果不了解我不敢批评 他现在讲说道歉 那就好了 以后把事情搞清楚再来批评 这是对的 这个态度是对的 但是你还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马上批评 引起了社会这几天的纷争 这就不太好 对不对 我们这个是社会事件 跟你政治无关 但是你如果意图把它导向政治 那就不对了 我在批评这个事情 我有在讲经理 我也是个政治人物啊 你既然成为网红 你就有社会责任 不管你支持哪个党派 那是你的选择 我不能叫每个网红都支持民进党 也不会说每个网红都支持国民党 不可能嘛 政治本来就是各有取舍 不然 你如果不想涉入政治 你就不要去参加政治活动 你只要参加政治活动 人家会把你当做政治网红 一定的 你不要跟人家讲 哎呦我没在插政治啦 我怎样啦 人家跟人骗 你就跑去政治党法 支持这个人 那个说你没在插政治 你没在插政治里面 你没在插政治里面